设立近13年的安诺富佑关怀协会 除了关心服务弱势妇女和儿童的各项权益 其中学生课后辅导也是重要一环 对时双的星和三官网有线电视团队 有感网络的普及 假新闻对社会影响持续扩大 为了让这一群国中小学生 从小知道如何分辨讯息的真假 进一步防止散步 19号下午特别到场 以了解资讯来源 检查发布日期等发布 以及要查证 不轻信不转发来积极推广媒体试读 每一则新闻里面去看看说 作者是谁 譬如说今天来了两位记者 那上面我们每一则新闻都会写说 这一则新闻采访的记者是谁 所以你们可以看得出来作者是谁 那也可以看得出来发布的日期是什么时候 那你要去详细的阅读看看说 这一个讯息它到底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好像哪里怪怪的 没有告诉你的一个正确的消息 会中讲师除了以假粉砖 假借专家等实际案例 让大家更清楚分辨 也透过有奖征达来验收学习成果 学生们都踊跃发言兴致勃勃 请说明如何判别假新闻 我们这一题可以选两个人回答 惊悚的话题 惊悚的话题然后呢 然后转告给别人 不要转发给别人 好 对 我算你 对 作者的名字日期 好 OK 好 你们两个要记好 你们两个都各拿到一份礼物 我待会一起发好不好 就刚刚的活动可以让我们知道 有哪一些是真的新闻还是假的新闻 然后也可以分辨 假如是有假新闻传给你的话 也可以知道怎么分辨 就是用哪一些软体来去分辨 就如何判别假新闻 跟防止各自被骗 对社会和社会的关心较复权 今天来到这里要教我们 我们的小朋友知道 如何分辨新闻 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假 如何分辨 如果是假 就不要再这样跟着分享 跟着做一些传播 挡不住时代浪潮 学生从小一人一只手机 以不足为奇 但是如何运用手机构图 拍出一张张网美帅照 就不见得人人都懂 主办单位现场也公开秘诀 实际让学生当模特 当摄影师演练 过程相当有趣 让了每一个人媒体的素养 观念和解读各不相同 但是相同的就是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打击假消息 人人有责 打击假消息 人人有责 记者顾文吉和乔邦台南报道 好 谢谢你们